那时候可是气温在37度左右,难怪这么肤白貌美,整个把自己捂成了冬天的宝宝,也是佩服,最近更是裹散了季节,穿着宽松的秋季卫衣,左手西瓜,右手菠萝,还没开始冷就朝着暖宝的方向努力了,提前两座的粉足粉足,都说我们的大嫂身材性感火辣,穿上简单的卫衣, 还是演示不了风鱼的身材和简单的气质,难怪网友在下面评论说不想过冬天,原来就是舍不得徐东东穿上臃肿的衣服,不过也不用气馁,毕竟身材是不会变的,即使到了冬天,徐东东依然会挺杀时尚,毫无庸整可言,夏天的闷热渐渐过去,大家开始享受初秋的凉爽,但是翻看徐东东的社交平台, 感觉自己过了个假的夏天,因为在夏天最酷暑的时候,徐东东穿着秋装,舞得严严实实,而初秋来临,他终于开始秀自己的美白成果,献杀众人,国名大嫂徐东东,曾经在沿下的车站,穿冬天的长款羽绒服,那时候可是气温在37度左右,难怪这么肤白貌美, 整个把自己捂成了冬天的宝宝,也是佩服,最近更是果散了季节,穿着宽松的秋季卫衣,左手西瓜,右手菠萝,还没开始冷,就朝着暖宝的方向努力了,提前量做得很足很足,都说我们的大嫂身材性感火辣,穿上简单的卫衣,还是演示不了风鱼的身材和简单的气质,难怪网友在下面评。 感谢观看